针对新北市政府16号宣布将挺拔深煤许可 台电回复如下 台湾目前正处于整个能源转型的一个过程当中 但是我们现在国内的能源有98%都是进口的 所以我们当然除了现在让整个所谓的再生能源极大化以外 还有燃气基础能够尽量去开发以外 那么我想整个包括整个供电的稳定 还有区域供电的平衡 这也是我们要去考虑的因素之一 那所以不同的一个我想燃料 包括燃气或燃煤可能都是必要 但是可能这个比例会去做适当的调整 我想整个行政院也有这方面的一个政策 那所以即使是燃煤电厂的话 我想整个未来 现在我们目前都是使用效率非常好的一个超超灵界的一个机组 那所以包括在整个污染的一个排放量上面的话 其实大概也接近了这个天然气的它的一个排放基准 所以我想就整个能源来讲的话 不同的一个配比跟那个所谓的燃料也都是必要的 所以我想有关这部分的话 我们目前的话即使是超面的机组 那所有的环保设备的投资都会比以前增加 那我们环保这些设备的效率 我们也一直一直在提高 那所有的一些能改善的 我们台电目前也是都持续在改善当中 谢谢 谢谢 谢谢